其实我觉得结婚这种事情,就应该大家各退一步,海阔天空,好多人在收婚礼,彩礼钱以及陪嫁,还有酒店时都会发生不大不小的争吵,真的像不明白。 结婚本来是一件高高兴兴的事情,为什么一定要闹到那一种地步呢?不知道那一些做父母的怎么想的,自己的子女辛辛苦苦养大,不就是为了他们将来的人生路上,能够越走越走越顺,能够找一个让他幸福的两人好好过一辈子吗? 可是为什么偏偏就是在结婚说彩礼的时候,一个个都不愿意退让了? 我记得我曾经最好的朋友跟我说,其实他觉得谈一辈子恋爱也挺好的,每一次想到自己父母,跟对方父母在一起谈彩礼钱的时候,他都特别大恼。 他跟我说,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在那里抽丝剥剪的说,彩礼钱,他觉得自己也好像就是被煮熟的一盘菜,被摆在桌子上,然后两个都要来一盘菜的人,在那儿讨价还价,这两个人一个加一点,一个减一点。 到最后两个人挣到面红二次,也没能说出一个合理的价格,本来婚姻跟爱情都应该是年轻人自己的事,他跟他老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,包是他们自己买的,婚车也是他们自己买的,就连婚礼酒店前,都是他们两个人自己出的。 他想不明白了,双方父母不过是出来租个见证罢了,为什么要在那儿,真的面红二次呢? 他们给的那一些彩礼钱难道,他跟老公压根到最后,都是还给了公婆的,听到他这样子说的时候,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,只能告诉他说这几千年下来,一直都是这样子的,不可能到了他这里就会有所改变。 其实结婚的时候,不仅仅是婆家人喜欢讨价还价,出尔白尔,就连娘家人也常常会在婚礼的时候,说话不算数,这件事情,就发生在我另外一个好哥们儿身上。 这个月的栖息是一个好日子,有好多年轻人选择在这一天结婚,而我的好哥们也不能免索地赶了一帆潮流。 他跟他妻子两个人,谈了八年的恋爱,从大一的时候就在一起,到后来参加工作,从来都没有因为任何事情发生过争吵,两个年轻人的感情非常的好。 可是没有想到在一切都很顺利进行的时候,婚礼当天却出了小意外,这一场意外的问题并不在两个年轻人身上,而是发生在女孩娘家人身上。 婚礼当天按照女孩娘家人的要求,我的好哥们特意从外面租了八辆车,来他们家里面接新娘,那车子全部都是遗留的宝马。 其实说句实话,现在这个社会,宝马也不算太贵,但一下子租八辆车,再加上司机,说真的还是费用有一些高的,但只要自己的新娘子能够满意。 其实我的哥们儿,也没有去新唐那一点点钱,一家子整理好所有一切的东西之后,就带着那一些伴娘,还有家里面的几个人一起去接新娘了。 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,都很高兴,都在想着,今天的新娘子一定特别的美,特别的温柔,而我的好哥们也是既紧张又激动,只可惜我们谁都没有想到, 在我们刚刚到新娘子家门口的时候,就被新娘子的母亲拦住了,被她这么一拦,我们也是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远本还想着是不是要开门红包。 新郎官赶紧从自己的口袋里面,拿了一个最大的红包,递给她的丈母娘大声地叫了一声,妈,可是谁知道她的丈母娘,接过去那一个红包看了一眼,就只是不在意地装到自己的口袋里面,人还依旧拦在新郎官的面前不动。 这一下子新郎官也有一些不高兴了,她黑着一张脸,也不说话,只是静静地看着她的丈母娘,她丈母娘瞧着她这副模样,倒也不生气,笑了笑,直接跟她说,你也不要坏妈不给你让路。 在我们这有风俗,在结婚,当天还要再另外给六万个彩礼钱,今天你这个钱要是不给,是接不到我女儿的,要知道在那之前,她丈母娘就已经要了三十万的彩礼钱了,那一些钱基本上是小伙子跟她父母所有的积蓄了,这一点通知都没有。 婚礼当天丈母娘多要定乱彩礼钱,让她去哪里呢? 开始的时候,她还想跟自己的丈母娘商量一下,能不能过后再给,可是谁知道丈母娘,一点都不愿意退让。 她说,没拿到钱是不能让女儿走的,大概也是被她祈祷了吧,新郎说,退钱,退人。 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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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